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中国射击队奥运选拔赛呢 昨天是进行了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角逐 陶露娜虽然是以较大的优势领先 但是由于积分相差过多 所以无缘奥运阵容 陕西小将郭文君将无缘 北京奥运会的女子棋手枪下 你有一点点的努力 别人努力的比你多的话 你就等于是失败了 所以你就得不停地鞭策自己 要加油要努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终有一天我会登上巅峰 超过自己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悉尼奥运会 我作为设计运动员 为我国夺取了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刚才大家视频当中看到的 就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最后一枪 看似非常轻松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也是 几乎是崩溃的 95年我第一次来到国家队 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 也不知天高地厚 当时当然我的水平也不是很好 所以选拔赛没有选上 教练也不喜欢我 我又被退回了上海队 当时退回上海队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如果不去成为奥运冠军 不去参加奥运会 我的设计生涯就如此结束了吗 那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就想 我怎样才能再进国家队 机会又来了 97年的时候 我再一次进入国家队 这个时候 自己的各方面技术水平 心理状态 也比95年的时候成熟了很多 同年我在世界杯总决赛上 获得了人生当中 第一个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 2000年奥运会比赛那天 天还没有亮 我就跟着教练 一路颠簸 来到了靶场 设计比赛之前 会有一段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这里面又有一些精彩的故事 我在那边耐心地去瞄准 去准备 这个时候按照既定方针 跟教练商量了一个比赛的方案 然后我就把 因为每个运动员身前 都会有一个屏幕放在前面 大概十寸大小左右 所以为了让我们更加专注地去比赛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胸卡拿下来 挂在这个屏幕前面 挂好以后 这个时候意大利裁判走过来了 他说不可以 不允许把胸卡挡住屏幕 我说可以 那我就把那个屏幕又拿下来 把那个胸卡又拿下来 裁判走了 我顺手就调按了那个屏幕的对比度 按按的 到底是九环十环 九点九还是十点零 我不用去看它 我只要看清大致的蛋早点 因为我还是要修标尺的 就可以了 然后裁判又第二次走过来 他说不允许把屏幕调按 你不看其他人还要看 那又把我的屏幕又调亮了 走了以后 我第三次把我身前的屏幕 转了四十五度角 我又看不见了 我只要看不见就行了嘛 裁判第三次走过来的时候 直接从兜里掏出来一张黄牌 我看他一愣 什么意思 这不是射击比赛吗 我那么多队友啊 从来没有人得过黄牌 就我是破天荒在那个射击赛场上 获得了这张黄牌 当时想的如果他再给我一张黄牌 我跟这场比赛就没有关系了 当时我就想冷静 裁判永远是正确的 今天你不让我看这个屏幕 我照样能够获得冠军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定了一定心 我就正式地开始了比赛 第一组97环 第二组98环 第三组打到第九发的时候 啪 打了一个八环 这个八环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太敢于去做动作了 所以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因为比赛场上你如果要获取优异的成绩 那你不能出现这样的远旦 八环属于远旦 我总共的资格赛成绩是390环 你想我这一发就跑了两环 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叫我下场 叫我下场的时候也是低着头 为什么低着头呢 因为看台上面全占满了领导 上海市的领导 体育局的领导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 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代表团一金未拿 所以又低着头下去 又低着头回去 整理一下心情 所以这样的想的动作以后呢 我又定心地举了一枪 打十环 打完十环 这是第一法 接着我又连续打了十个十环 最后一组 一百环 最后我以390环的资格赛成绩 破了奥运会的资格赛记录 全场为我鼓起了掌声 所以当别人为我鼓掌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非常 感觉到非常欣慰 同时一个坏念头又突然出现了 哎哟 我真的离这块奥运会金牌越来越近了 但是心里老师说过 你越想结果的人 越是没有好结果 我记着心里老师的话 我想了 不能这样想 因为人的思绪太快了 我一下子 我的思绪就会飞到十万八千里去 所以我赶紧把我的思维拉回来 我想我应该想什么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很紧张的时候 你全身发抖的时候 你在赛场上面你应该怎么办 你连板机都扣不出去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去抓那个最最关键的事情 去做好它就可以了 其他该抖就抖 该晃就晃 该打巴就打巴 无所谓 所以想着教练的话 9.6环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对决赛的要求 因为我真正地做到了 把握每一发的动作 而没有去在意结果 最终获得了这枚宝贵的奥运会金牌 奥运会之后的三年时间里面 我又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我在世界杯总决赛上 还凭了保加利亚选手保持的 保持了20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594环 60发子弹只有跑了6环 应该说非常遗憾 没有破了那个世界纪录 但是我也是相当欣慰了 但是紧接着的2004年 又迎来了雅典奥运会 我在这场奥运会上打得一塌糊涂 这个奥运会的成绩应该是倒数第三 现在反过来看 当时的一个状态是太要了 太想争取这个荣誉了 太想再创辉煌了 所以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最终我那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差 2004年一直到2005年的上半年 我整个状态是紊乱的 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七环 八环 七环八环 七环八环 九环 很少见识 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我已经是奥运会冠军 是吧 我打出这样的难堪的成绩 这个成绩是什么 什么概念呢 就是区里面的小朋友 三线 三级运动员 他打得都比我好 而我当时在国家队训练 地上如果有条缝 我感觉我立马就钻下去了 太丢脸了 就是正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很高 所以你才会摔得很惨 你就是感觉 我就是奥运冠军啊 我没有理由打不好啊 所以每一场比赛压力都很大 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灰暗的 但是我想 我真的想再创辉煌 尤其是在04年失败以后 这一段日子 我形容自己就像蜗牛一样 就像周杰伦有一首歌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终有一天我会登上那个顶峰 趁着叶片往前飞 因为我当时进步真的是非常慢 从2000年的那个巅峰跌到谷底 再从谷底慢慢地往上爬 所以承受了很多 常人不能感受到的那种痛苦 举个例子 从95年到2008年 我一直在北京待着 看着我身边的队友 一波一又一波地退役 分配工作 结婚 谈恋爱 生子 做教练 然而我呢 我始终在北京设计场 做一名优秀运动员 我们晚上不能出去泡巴 也不能去看芭蕾舞 去看演唱会 我们晚上四五点钟 我们就要归队 我们要点名 我们不能出去吃饭 因为有兴奋剂 我们这么老大一个人了 看着别人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的孩子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的老公在天上飞 这种心里面真的是非常寂寞 非常孤独 一个是成绩上面的寂寞 是吧 成绩非常好 你没有对手 你也很孤独 还有一种就是精神上面寂寞 所以在双秋日的时候 我就拼命去逛街 他们说 你怎么样排除自己的这种痛苦感 我说我买东西啊 从西单逛到东单 从王府井逛到工人体育场 我就买买买 堆了一堆东西 别人回趟上海 一个箱子 两个箱子结束了 我有一次回上海 我六个箱子 我爸爸说我来接你 我说别来 那个出租车里面对不下 我只能一个人坐在副驾驶 其他的东西装满那个车子 我才回来 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和我们一个小队员一起去逛街 那个营业员说 这是你女儿啊 我有那么老吗 我真的心里面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队员都退役了呀 都是小运动员跟着我出去啊 她比我小18岁 今天应该来了吧 张磊 她比我小18岁 别人运动员就说 啊 这是你女儿啊 我真的 我三滴汉 我真丑死我了 所以我就想什么时候快退役啊 但是我真的是想 在退役之前我能够再创造一次辉煌 但是事与愿违 08年的奥运会选拔赛 我虽然我感觉自己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没有选上 我最终输给了郭文军 郭文军是在2008年奥运会上 获得女子气手枪冠军的选手 陕西选手 她也特别厉害 所以我输给她也是心服口服 所以回顾从2005年到2008年的这段过程 我真的深有感触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 才是我真正的 我才是我设计生涯当中真正的冠军 因为我跳出来看自己 我那么努力 那么认真 那么执着 那么投入地去专注 做一件事情 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 一个人做事业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感动自己 你如果把自己都感动了 那你这件事情一定能够做好 冠军的含义有三层意思 一是名次上你获得了金牌 第二是这块金牌的含金量 第三是当你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时候 你的意志品质 你的精神 你对待成败的一种观念和态度 虽然2008年 我最终没有参加北京的奥运会 但是我给自己的定义 就是我成功了 我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冠军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